佛教也不例外,佛教信徒真的是假的,他信什么,信佛菩萨会保佑他升官发财,这个观念完全错,为什么?那佛菩萨就是贪官无利, 你送公养就是贿赂,佛菩萨接受贿赂,这个错了,一定要告诉大家,佛菩萨是人,他不是神,他也不是仙人, 他是一个有智慧有道德的人,不能冤枉他了,金顶是佛菩萨的教科书,也就是佛菩萨自己所说的话, 这些话有道理,有智慧,有方法,有经验,帮助我们解决日常生活里头的难题,所以他是教育, 我们学佛是学这些,这对我们有用处啊,帮助我们这一生,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 我们这一生过得快乐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方老师当年给我介绍,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如果没有这个介绍, 大概我不可能学佛,我顶多把佛这个经典当作一门知识来看待。 我不会认真跟他学习。 他跟我讲,我观察他老人家的生活,发现他真学,他真学告诉我,那就不是假的。 我走进他的书房,我走进他的书房,看他的书桌,每一次看到书桌上都有佛金,我就知道他真读,他真读。 不是随便看一 proven說而已,不是啊,他真用心啊。 他把这个当作他自己主修的功课,啊,这才引起我们感到惊讶,啊,的说是真实的,而是真实的。 这个发现我们感到惊讶,啊,相信他这个话是真实的,不是假的。 我们走向这个道路 参与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是义务社会教育 不讲求报酬的 所以我学了之后 我就肯定了 释迦牟尼佛 是一位社会教育家 是一位伟大的老师 他负责他尽职夜深教学 49年没修习过 中国古人所说的 学不应 教不倦 这两句话他做到了 他是我们的好玩 三十岁开悟 就开始教学 79岁远吉 真教 真学 真学是一生作则 真教 不怕辛苦 有教无类 不分你是哪个国家人 不分你是哪个种族 不分你信仰什么宗教 你只要找他 他就会认真教你 一分钱学费 不收 不求一切名文理 这个老师到哪里去找 我们对这个老师 真正生起恭敬心 相信他的话 他绝不会骗人 骗人都是有歧途的 他没有歧途 他对这个世间也无所求 只是把他自己 体悟到宇宙万法的四十真相 给我们说出来而已 让我们了解四十真相 我们的思想 隐形就不会有偏差 不会有过失 这个好人 真正是世间第一好人 他有团体 没有团体的形式 他不见到场 跟他的人不少 但是生活方式相同 晚上树下一宿 找一棵树底下 去他做 白天 白天日中一时 去脱布 全部的财产 就是三一一步 这是全部财产 走到哪里 都在这身上 除此之外 也有无所有啊 真正干净啊 下面我看 也断了 一段了 无疑的 善男子 善女人 闻阿弥陀佛神 趁雨光明 朝末长 趁雨起 我明好啊 智心不断绝 在心所愿 往生阿弥陀佛库 翻译的文不一样 意思都一样 今 今夜 这个汇集本里的诗 文起光明 卫生功德 那个文 是灌下来的 文起光明 文起卫生 文起功德 相当于 这个无疑本里的 文阿弥陀佛神 今知日夜 趁说 智心不断 相当 无疑的 朝末长 趁雨起光 明好 智心不断绝 啊 今本 我们这个本子 随意所愿 得生其苦 相当无疑本里的 在心所愿 往生阿弥陀佛 这是用智绝本 去对照 无疑的文字 看出 翻译文字不一样 为什么能生到极乐世界 这个就是因 然而是称笔名号 阿弥陀佛圣号 智性行新药 是日夜 趁说之意 啊 成熟 有什么意义 啊 因为对阿弥陀佛 真正想象 啊 真正得到发喜乐 你才会日夜成熟 啊 日夜念佛 讲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今天 讲解 介绍给大家 啊 不一定从头到尾这样讲一遍 随时 随处 随忍 经典一遍 念个一两句 啊 分享自己修学的心得 分享自己 修学的发喜 啊 像讲故事一样 没有一切形式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聊天的方式 让听众啊 最多受用 为什么 你说 不具行识 他听 也不具行识 啊 很轻松 很自在啊 啊 讲堂里有规矩 听众 听众很多 啊 还受约束 啊 茶余饭后啊 一点约束都有啊 啊 特别是什么 在家庭里头 啊 你把你自己学服的好处 每天找一点时间 讲解给家人听 时间久了 全家得多 啊 不至于你家人去反对呀 啊 修士 把修士的好处 讲给大家听 啊 啊 自己舒适的健康 啊 他看到了 我学佛不到半年 就舒适 啊 我在佛法里看到一个道理 我相信 啊 这没修复之前 我在南京念书 住在一个同学家里 这个同学抗战期间 在贵州 我们叫同学 他是南京人 啊 回到老家之后 他家的房子很大 啊 距离我们学校不太远 啊 他要我 我就住他家里去了 啊 我在他家里住过一个学期 这半年 这半年 啊 发现呢 他父亲是伊斯兰的 穆斯林 回教徒 祖母是念佛的 他妈妈是基督教徒 一家三个宗教 啊 这也是 我跟多元文化了 啊 有这么深厚的渊源 呢 根源在这个地方 啊 每一天喂吃饭 这个事情 啊 家人就不活 你看老太太要吃素 穆斯林不吃牛肉 不吃这个猪肉 啊 那么基督徒 他是随便什么都吃 啊 我这个同学 兄弟姐妹很多 八个 啊 他是老大 啊 老二是个女孩子 啊 这个年龄跟我们差不多 啊 下面都是小弟 小妹 啊 这一家人挺热闹啊 啊 啊 都是好人 啊 都是好人 啊 个人性 个人宗教 互雙相处 互相没有排斥 啊 每个人都尊重 啊 尊重大家的信仰自由 所以 我知道 穆斯林的饮食 比一般人要考究 一般人的饮食 只重视卫生 保护胜利 但是穆斯林呢 他的饮食除卫生之外 他懂得卫生 饮食会影响我们的 性情 就是情绪 凡是不好的 对情绪不好的影响 他不吃 这比一般人高于他 他为什么不吃猪肉 他猪懒惰 吃猪肉 你会引起懒惰 这个猫瘾 会感染 狗会疯狂 所以一切奇奇怪怪的 性情不好的 他全部吃 牛羊千块 所以他们最主要的这个肉食的时候 是牛羊肉 那么说佛呢 看到佛家素食 不但是卫生 卫心 还卫心 这个心就是慈悲心 保护慈悲心 那这个饮食比他就更高了 应该在饮食里边 这是最完美的 最完美的 要素食 我是明白这个道理了 宣则素食 以后 对佛法 逐渐的 知道这个因果报应 选择说实 参除业障 张家大师劝我不识 我那个时候不识就三桩事情 应尽 放声 放声对我讲 是赎罪 忏悔赎罪 这叫帮助 病苦 病苦的人没有医药很困难 所以我就捐助医药 放声我就做这三桩事情 因为收入很微薄 又不多 张家大师叫我博士 我就做这三桩 所以速食好啊 真的是身体健康啊 但是最初的三年 那就是改变习惯 那比较困难一点 要坚持 那真的是说面黄技术 人家都看到我好像有病 在那个时候 我每半个月去检查一次身体 一切正常 放心 三年以后 我再不检查身体了 我相信没问题了 那收拾最初的三年 做身体检查 样样都正常 饮食重要啊 简单 越简单越好 所以出家人吃东西很简单 出家人吃大锅菜啊 就是一个菜啊 菜跟汤在一起啊 我在台中十年 有一半的时间 自己上班 我今天这种生活方式 完全学李老师 李老师到95岁 才有人照顾他 末发时期 修行难了 没有人照顾 他有个好的身体 自己可以照顾 有人照顾 身体都不行了 生活自理 自己烧饭 一个小锅 带个把子 锅完就这么一个瓢 老四十三动人 吃面食 一天一餐 面条 一点点 从 那个时候又没有炉子 炉子点煮 东西煮好吃饱了 洗干净的 半个小时 菜跟面 菜跟面在一起 面煮开了 菜放下去 再一开了 就好了 盖子一盖 火熄掉 焖个五分钟 就可以吃了 油 我们很省思 油是什么 先把它煮熟 叫熬油 凉透了 放在瓶子里 吃的时候就倒在碗里头 所以碗好洗 碗没有油腻 等于说煮的时候 完全是清水 半煮的 一点味道都没有 吃的时候 自己调味 撒一点盐 倒一点油 这个吃法 简单 审思 我在台中过了五年 这种生活 真的夜深可以不求人 所以生活条理 是很简单的一种事情 一点都不麻烦 墨后说 成为王三进土之音 而性要吃米 也是 日夜 趁说之意 我真信 我学的欢喜 叫发喜充满 念福 不间断了 我们看到 农村里面 阿公阿婆 手上拉嘴就念出 日夜一句佛号 就是说的 这也是此地说的 日夜成熟 他虽然只是念福 没有跟大家讲什么意思 可是人家看他 看久了 就会有觉悟 这个人心清净 这个人心没三年 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 真正把老师听话 真干 这六个字做到了 这六个字做到了 没有一个不往生 性愿持明 是往生真因 顾戒随便的 没有不往生 我认为了 这个人心里面 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